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是华侨文化遗产的一个集中地 那么对于华侨文化遗产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保护和传承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和探讨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桥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话题的背景 古浪女的华侨文化主要包括 不可移动的华侨文化遗产 可移动的华侨文化遗产 和华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部分 不可移动的华侨文化遗产 包括华侨在古浪女上 对政治 经济 市政建设 兴办工业 商业 文教 卫生事业等发展 做出贡献所产生的文化遗迹 如现存的华侨回国投资兴办的 自来水公司就职 中南银行就职 梳妆花园等等 可移动的华侨文化遗产 包括反映华侨在侨居国及祖国 生活 经济 文化 政治等活动 所产生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华侨在国外持有的各类证件 护照 通行证 华侨家书 以及反映华侨历史的文献资料 手稿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要包括华侨爱国精神 华侨融入中西文化所产生的思想 社会实践技术 经营理念 风俗习惯 以及华侨口述时等 好 古浪雨上的华侨文化遗产 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怎么来保护和传承 当务之急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听听古浪雨研究专家 何老师 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首当其冲最要紧的是 宣传 研究宣传古浪雨的花侨文化 一向我们把古浪雨的文化 当成一个中西文化的碰撞 实际上它是一个花侨文化 无论说近代从人口的比例 从人口的数字都能证明 花侨是我们古浪雨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老师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作为游客或者市民都知道的 古浪雨 万国建筑博览 古浪雨的音乐 文化艺术等等 实际上是这个花侨在里面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 是花侨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花侨的 这些可移动 不可移动的一些文化遗产 都要保护下来 成一个机构来宣传 宣传不知道我们下门 还要让更多的人 老百姓来知道花侨文化的重要 而且能够得到在这过程中得到一种荣誉感 来一起来共同来营造 来保护的这个一个氛围 其实您就说到了 就是过去咱们对于古浪雨上的华侨文化遗产 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总结做得还不太够 是不是可以这样一点 是 是这样 因为我最近出版的《古浪雨华侨》这本书 影响就很好 因为还有很多海外的华侨 他们会来问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你说到这本书 韶峰就把这本书拿出来了 这本书我们来看一下《古浪雨华侨》 就专门研究古浪雨的华侨文化 对 我研究古浪雨华侨 他们在近代民主革命抗战战争 你知道我们在近中国成立以来 对一些爱国爱乡 他们的这些加过情怀 这些都很生动 因为把古浪雨花侨的一些形象 活生生地在读者面前 这样能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的 是的 再听听李梅老师 您觉得当务之急要做什么 我觉得刚刚何老师讲的是很清晰的 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从研究也好 宣传也好 需要加大更多的力度 在《古浪雨深移》的过程中 我这边带了一本书 叫《古浪雨的古树名牧》 那古浪雨深移的时候呢 曾经对这个古树名牧做了一个普查 并且出版了这么一本书 可以明确的是 里头有一些 就是说除了我们本地的乡土树种 很多外来的树种 都是我们华侨辛辛苦苦 从海外引进进来的 像现在我们知道的 很明确的就是有一棵火焰树 那是当年夏大的校长林文庆先生 在1908年从菲律宾引进的 那这棵树 叫火焰树是吧 火焰树 现在我们在厦门有很多的行道树是用了这个 但是最早我们可以见到这棵百年的古树 当年它这个是从海外引进来的 是华侨林文庆先生引进的 它是原产在海外的 那像这棵树呢 很可惜的是现在它已经死了 就原来的最早那棵 对 我们曾经有它的照片 那也见到了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保护的时候 是有一些需要 更提醒我们要保护好 对 我们去做工作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黄荣远堂门口 它有两棵那个叫原叶蒲葵 那现在可以考证很多原叶蒲葵 应该是它的后代 那它这两棵树是亭云立 恶罗多姿的在黄荣远堂的门前 那是它的主人 大概是在19 它现在有105岁了 大概也是1908 那当时是105岁 现在可能接近110岁了 而且经过我们当时的那个 当时它生病了 经过我们的管理养护 它现在也是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好的 也就是李梅老师说到了 就是从园林 从古树名牧这一块 也能够体现出华侨文化 在古浪雨上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体现 没错 对 所以看来就是说要做好宣传 这个没有意见 我们要在所有的跟古浪雨相关的 这些旅游景点 包括景观 就像那个树啊 林木啊这些都做好宣传 那更多人知道说古浪雨跟华侨是息息相关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今天的古浪雨要建立一个发展的理念 什么叫发展的理念 也就是说放下成见 接受现实 在今天古浪雨现实的基础上延续文化多样性和我们现代生活品质国际社区的传统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觉得我们历史在往前走 古浪雨呢已经走过了曾经的那一些历史 那么真正的历史 所谓我们今天讲历史 它不是它是自然产生的 而不是我们人为打造出来 就是我们今天无论怎么努力 我们回不去古浪雨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 所以呢我们既然很难回去 而且也没有必要回去 因为我觉得历史要发展 所以呢就好比说我们知道故宫是世界遗产 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故宫 必须还要有皇室 所以同样的道理古浪雨也在发展 所以我期待的是古浪雨的未来 我也相信它会有新的人口组成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树立一个发展的理念 然后呢让古浪雨仍然围绕着文化多样性 和现代化的生活品质社区这两个方面往前发展 那华侨文化遗产这一块 你觉得现在的保护力度够不够 我觉得就是说保护和宣传 但是不表明说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华侨文化 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是的我们可以传承 但是你说要活生生地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 当然是没有意义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就是针对古浪雨上的华侨文化遗产的保护 私民区政协港澳桥台专委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有什么建议来看看 一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建议将涉及华侨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华侨人物的重要史迹 代表性建筑列入保护范围 实行挂牌保护制增强保护意识 二要设立专项资金 资金使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用于对华侨文化遗产定期维护维修 二支持民间藏品的保管和维护 藏品是动态的变化的 为了延长其寿命 保护技术需要建立在藏品动态变化的基础之上 并服以标准政策的支持 三支持征集回收散落在海外或民间的华侨文化遗产 这个短片当中提出了三方面的一个具体建议 一个就是要进行挂牌保护 还有一个要有专项的资金 你要维护总得有资金 那还有一项就是要支持征集回收散落在民间的 华侨的这方面的文化遗产 那听听李梅 你觉得这些具体的建议有没有可操作性 我觉得这个里头还是有一些可操作性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华侨 它是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 我们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它是和我们中国这个近现代民主革命 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说辛亥革命 古浪雨的华侨名人 有哪一些是真正的参与了我们的辛亥革命 那应该是还是有不少的 刚刚何老师在那本书里头 它是有一一列举 那我没有何老师研究得那么深入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叫邱明长的 它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那它的故居实际上在古浪雨 前一段时间险些被拆掉 它是谎言路72号 它现在是在一个军事区 属于军事管制区里面 那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 无论是我们考虑华侨文化也好 考虑华侨文化的保护也好 所不希望看到 是不是我们比如说过去 对于它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认识不够充分 所以才险些让它消失掉 主要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梳理出来 然后要有一些挂牌的机制 要有一些保护的政策 不要让这些 我们说超过30年的建筑 可能你要动它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好的再听听何老师刚才讲的 您应该是掌握情况比较丰富的 对 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 古朗尼管理会现在有一个文保处 正在做这些花桥建筑 得一些保护 而且力度也相当不错 而且我们现在在 古朗尼历史文化展示的基础上 入座了一个古朗尼花桥的展示 在古朗尼桥连的楼上 但是我总觉得 还需要有一个专门来收集 这些比如像桥坯 还有花桥一些文物 移动性文物 这些一个机构 希望有一个机构 现在目前没有是吗 这个机构没有 增进文物的机构没有 那就是说相关建议的第三条 要支持增集回收这些花桥文化遗产 就没办法去操作了 要有这么一个机构 然后因为它有展示的地方 在我们花桥产成业 有一个展示地方 现在已经有了 不断要丰富 不是说那个展示几年不变 随着文物增加 我们还可以再丰富 多一些主题 多一些这种更换 应该说是有了 已经有了 文宝处 还有成业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做一本书 但是我觉得力度还是不够 还需要再加以重视 今天韶峰 这个三项建议 有没有你觉得很认同的建议 我觉得我在想 我们做这些建议 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恢复 网络的荣光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 但如果只是为了 如果我们是站在保护和传承 就是避免它快速地消失 对 要让更多人了解华侨文化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是 我们做这样的一些传承 做这些展示 实际上我们是为了展示 传递和传承华侨精神 你看我们这个古朗语华侨 就是我们何秉仲老师 编的这本书里面 什么叫做华侨精神 你看完以后 你会发现说除了那些 那些东西以外 真正的华侨精神是家国情怀 对故乡和祖国的爱和眷恋 开放的心胸 善于学习 游刃于中西文化之间 这样的一些精神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我们古朗语的人群和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的变化 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未来和今天仍然延续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那些只是载体 所以呢 除了两位的意见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些载体 或者是我们在接下去古朗语的发展中 我们怎么去传递 并且传承这样的一种华侨精神 好的 我们来看看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参与的情况 快乐 他说 靠华侨人士的推广 靠政府的扶持 靠社会民众的传承和发展 山水圣人说 古朗语那么多老建筑 他们的主人呢 会有很多爱国爱家的动人故事 希望收集整理与游客见面 的确有那么多动人的华侨的这些故事 如果大家不知道 那么我们古朗语的这个华侨文化遗产 就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发挥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这些年古朗语上的这个旅游市场的发展 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和兴旺 大家应该都有感受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大力的发展 同时是不是说对于咱们像华侨文化的发展 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这个负面影响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矫正 或者说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矫正 我先听听何老师你怎么看 你现在这个形式的发展 实际上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作为古朗语人 我觉得回到古朗语还是觉得蛮好的有进步 但是主要还是这个商业气息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把华侨文化多出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这个理念可能要改变 其实就是说游客很多 这个是挺好的事情 那么借助人很多的情况下 咱们把华侨文化好好的发掘出来 同时展示出来 是不是宣传就更广泛了 对 所以我们认识还是更重的 所以我觉得并不见得有矛盾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平台 如果还是有这么一个机来保护这些遗存 还是必要的 因为我的意见跟乔王有点不一样 你如果那种精神没有一个载体 那就那个精神是很空患的 要有一个载体 有一个载体 比如说我们来展示 我们来出书 来大量来做一个宣传 通过具体的实力 物证能够知道咱们的过去的华侨 他们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我当然是支持 刚刚可能没表达清楚 就是说这些宣传 这些挖掘 我觉得都是必要的 但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通过这些展示 展示和传递 传承我们的华侨精神 那么至于说到古浪语的乱象 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要区分 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 把这个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 其实我们 今天我们这个劣币 我们不喜欢的旅游劣币是什么 是出之滥造 是颠倒黑白 是你涂抹历史 包括移甲乱争 包括湖边乱造 包括那个价优 直列 我们要说的这些 这个才叫做旅游劣币 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是旅游劣币 不是说我今天宣传的某一种文化 那么我就变成了旅游的良币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区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内容 决定其良劣 而是我们要整治的是旅游乱象 那怎么能够说 比如说在我们现有的 华侨文化遗产当中 挖掘可以利用的部分 来充实我们的旅游文化或者旅游市场 来听李老师 我们觉得就是刚刚大家都讨论过了 就是华侨精神里头最重要的还有一条 爱国爱乡 它这种家国情怀 它这种具体事件的体现 实际上在古浪雨是有很深的一种积淀的 那我们现在 无论是我们的旅游文化 旅游产品的开发 在这个方面是结合的不够 你比如说我们古浪雨有一个华侨亚日带植物饮种员 饮种员 饮种员 它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华侨饮种的这么一种民间的 最早的民间的机构 就是由爱国华侨创办的 是在我们国家等于是五十年代末期 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创办的 它曾经从国外引进了一千多种 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品种 并且在我们国内推广了一百多种 那这个实际上是华侨这种爱国的精神的一种 真正的一种体现 也做出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年实际上是国外对我们新中国做了很多的封锁 那都是通过华侨 他们不懈地努力把这些两种带到中国来 带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大地上 是 那这个是不是就类似于这样的内容 能不能充实到咱们的这个古浪雨的旅游的文化当中去 这是非常有可行性的 因为这个像华侨应种员 它完完全全 它现在是科普教育基地 它完完全全可以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来打造 来把这个文化的这个内容嫁接到上面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的 我们现场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过来继续来关注古浪雨的华侨文化遗产 如何保护和传承 保护传承开发 如何弘扬古浪雨的华侨文化 借助华侨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形成华侨文化品牌活动 还有哪些华侨文化遗产需要挖掘 借鉴国际理念 守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还要做哪些工作 TV2四名正写讲坛 欢迎亮剑 古浪雨的华侨文化如何延续和发展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2四名正写讲坛 继续来关注古浪雨上的华侨文化遗产 这古浪雨它的历史国际社区的形成 离不开古浪雨的共同的努力与付出 同时也离不开华侨与华侨文化 但是我们知道 随着时代的变迁 岛上的原住民现在是越来越少 那么怎么来创造条件 来吸引新古浪雨 能够在古浪雨上继续生活 和他们的事业的发展呢 我们来再看一个短片 就此问题 四名区政协港澳桥台专委会 专门就后申疑时代 古浪雨华侨文化的新发展进行调研 并提出出台政策 吸引从事人文学科的海外华人华侨 定居古浪雨的建议 认为应结合古浪雨的风格 通过优先落户 房租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 主要吸引从事人文学科的华人华侨 如美术家 音乐家 作家 诗人等 来古浪雨定居或开设工作室 这既能提升古浪雨的气质 和国际知名度影响力 又能创造高端经济 同时还可以作为 厦门未来解决人才紧缺问题的试点 怎么来吸引新古浪雨人 能够在古浪雨安家落户 开展他们的事业 那么前面的短片当中 私民区政协港澳桥台专委会提出了 这个很具体的这么一个建议 这几项各位来说说 就是它有没有可行性 有没有起到鼓励的作用 先听听何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鼓励的人 应该是高端的文化人 来到古浪雨 这个现在已经多年来 大家古浪雨人都呼吁 古浪雨现在有很多 教育资源都空制作 空制作 你像田伟的伊德女学 女学堂 你像B3小学 鹿角小学 现在都没用 但是有很多现在比较成功的院校 你像工艺美术学院 你像音乐学学校已经开始 已经有的 陆续签出 陆续签出 签出倒外了 刚才倒外去了 那讲了半天 这个人才理务师 是这样的理务师 现在我觉得应该整合这些 现在这些教育资源 来成立一个古浪雨 一个社会 艺术教育教育学院 重新再来 那么我们可以在海外 在国内 海内外 这些优秀的人才 集中在一起来上课 来这里上学 那就原住民 或者长期 或者短期 就住在古浪雨 明白 何老师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要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平台呢 那作为一些专业人士 比如说音乐家 美术家 他们才能够说有个地方 他可以去在那里工作 同时因为有这样的工作 在古浪雨 才在古浪雨 能够扎根下来 是这个意思 听听 韶峰 对 一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 吸引外来的古浪雨人 新古浪雨人 无论是艺术家 还是更高层次的 更重要的 我觉得同时还要做好 现有古浪雨居民 无论他是我们老古浪雨人 还是今天的 外来的新移民 他们的安居乐业工作 就如果他们都不能 安居乐业 你觉得我们觉得 那些新古浪雨人会来吗 他有什么样的 吸引你的地方 让你愿意在古浪雨 去住下来 对 比如说 如果一个小岛 碧海蓝天 鸟语花香 然后道路非常的清洁 又充满历史感 而且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然后并且有比较好的医院 基本保障你的医院 有比较好的教育 有安静 安全的生活氛围 整体的便利的 良好的交通步行环境 那么你会去吗 我们肯定会去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仅仅是要 我觉得很重要的 还是要做好 对目前的居民的 一个安居乐业的工作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城市的意义 是在于关心人 陶冶人 并且兼容并蓄 所以我也很希望 让我们今天的古浪雨居民 有更多时间参与 就是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宜居的一个 非常好的环境 所以呢 本来的居民愿意留下来 那么新古浪雨的愿意 才有可能来 从外面来 我们再来看互动民台上 这尔素说 开发弘扬华侨文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小老鼠说 古浪雨上的华侨故事 听了让人感动 那就应该再多开发一些 多整理一些 让人听了更多的好的故事 那再听听李梅老师 您对于前面的 这个具体的建议 您觉得如何 我觉得实际上 对古浪雨这种 人口的这个现状 还是应该做一个 一个客观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 为什么说 现在很多人出去了 刚刚韶峰讲了 可能我们现在的环境 不适合它 那我是觉得 这居住环境不太适合它 各个环境 因为实际上 古浪雨的这种生活 它就势必是慢节奏的 它不可能是像现在一样 我车子活一点就走了 开到门口 它就是一种 相对来讲 节奏比较缓和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古浪雨还是有条件 吸引一些自由职业者 我们创办一些工作室 那我们的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 古浪雨 实际上它的落户政策 是非常难的 你想成为一个 有标签的古浪雨人 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具体建议说 要优先落户 对 比如说我们对一些 高端的人才 对一些来创办工作室的人 是不是可以开放这个 因为你有这样的政策 它就会有这样的驱动力 另外我们政府 再配合一些其他 比如说我们对它 先往公共走 来开放一些 其他国籍 那这样子 可以 把他 看他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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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一张